高二度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正在全国热映中 近日,哪吒导演饺子亮相杭州路演现场 活动现场,他畅所欲言,耐心解答记者提出的问题 谈及哪吒叛逆,大胆的新形象时 导演认为人物形象需要契合时代精神和当代审美需求 他也是在经过对援助的一系列研读后 才对哪吒做出了颠覆性的改编与创造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悟出这个道理 其实每一代的这种哪吒都是经过巨大的改编 是为了符合那个时代的精神和那个时代的审美 我们这一次做这个改动我就没有这么多负担了 因为以前的我爱上的哪吒原来是改编出来的哪吒 电影《哪吒》也重构了哪吒与父母间的关系 李靖夫妇变得更有人情味,更接地气 李靖为了孩子甘愿舍弃自己的生命,以命换命 妻子也会因为事业繁忙没空陪孩子 而内疚,这样的亲子关系让很多观众觉得很有代入感 导演饺子表示,在李靖夫妇身上也有一部分自己父母的投射 所以这一次我李靖夫妇也做了巨大的改编 这其实也投射了我父母的一些原型 因为我是转行的 我在转行过程当中要是没有父母对我的包容和支持的话 我也走不到今天 所以这样改编的李靖夫妇也算是对他们那种感恩和自谢 当被问及整部电影哪里最难时 饺子坦诚记不住哪个部分是最难的 在制作过程中,他每一天都会遇到新的问题 其实这是一个整个中国动画行业的工业流程 还不够完善成熟的一个体现 就有的地方你遇得到一些合适的人才 有些板块遇到了好的人才 他跟你一起讨论 其实还能够出一些新点子 还能够产生新的火花 会诞生一些我想象之外的东西 但是有些板块可能没有遇到合适的人才 就非常费劲跟他沟通起来 特别困难 然后他就会被动式的接受你很多的意见 这个也是整个的动画行业 如果说能够有更多的正向的这种作品 优秀的作品产生 能够赚得到钱了 自然而然就会有更多人才涌入这个行业 把这个行业的很多的短板给补足 之后做作品也会就变得来什么呢 轻松一些,愉快一些